经过这些天与这面盾牌的磨合 除了黎明与黄昏式盾牌无法使用外 龙好尘并没有发现其他的问题 反而还发现了一些日月神窝盾的奇异之处 这日月神窝盾的大小竟然是可以变化的 可大可小 最大时既然能够达到直径百米 最小时却可以缩到巴掌大小 最为强悍的是 哪怕是他变到最大程度 防御力下降的也并不是特别明显 而缩到最小的时候 防御力之惊人恐怕能够媲美神器了 恶魔领主的攻击被挡 他的身体在半空中迟迟一下才落于地面 日月神窝盾的反振力量并不怎么强 但却还是令他大吃一惊啊 也更让他感受到了 这盾牌保护中的敌人强大 此时一种大恶魔已经围了上来 根本不需要吩咐 便联手朝着龙好臣发起了攻击 但是龙好臣此时大有几分 他强认他强 清风浮山岗的味道 日月神窝盾形成的盾墙 就像是巍峨的山岳一般 认敌人如何攻击 我自窥然不动 当然在敌人攻击的情况下 龙好臣维持盾枪所消耗的灵力就有所增加了 但史诗级装备啊 就是史诗级 日月神窝盾的能力就有一个 那就是防御 他对龙好臣的灵力消耗是非常的小 至少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任由这些大恶魔们攻击几个时辰也不是问题 恶魔灵主扬天怒吼一声 手中的重剑向着空中吹动一下 发出了一道灵力的红光 红光冲天 光人很快升空激荡 这是他向大部队发出了信号 敌人棘手 不好对付 赶紧的过来支援 紧接着 这恶魔灵主改为双手握剑 浓郁的暗元素飞快的向他体内凝聚 而那些大恶魔们也是迅速的跑到他的身后 一个接一个的连成一排 可不正是恶魔族的连体增灵技能吗 要知道啊 当初林心就是用恶魔族的经核 研究出了连体增灵丹 顿时 恶魔灵主的气势 几何倍数的激增起来 浓烈的暗元素凌厉波动 疯狂涌动 手中的暗红色重简光芒 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渐渐的变成了暗红色的火焰 在上面生腾燃烧 火光冲天足有十余掌 端得是 凶微赫赫 农好珍此时异常冷静 他很清楚 这名恶魔灵主 得到属下的连体增灵 正体修为不可能突破九界 九界乃是一个巨大的瓶颈 除非是像守墨山度玛丽那样 凭借着魔神柱这种级别的强大力量增幅 否则很难突破 因此 这恶魔灵主的下一击 顶多也就是八界巅峰 日月神窝盾 加上盾抢神域阁挡 龙好珍还是有信心 能再挡他一击 经过一系列的纠缠 再加上这些恶魔赶来的时间 龙好珍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雅庭的魔法即将完成 暗红色的火焰骤然收束 在空中化了一道巨大的光阵 光阵所过之处 空气中爆发出类似于滚雷般的爆破声 大片大片的空气被强行撕裂 恐怖的灵力波动 令龙好珍和雅庭周围的大地 也是为之踏险 轰隆一声 暗红色的巨大光刃是狠狠地 躲在那宛如大橘子般的顿墙之上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一圈橘红与一圈暗红色 几乎是呈现平行状态扩散开来 空气中还响起了一声 类似于慵懒般的龙吟之声 恶魔领主背后的所有恶魔 在下一瞬间是全部的跌倒而出 这是恶魔领主将巨大的反振力 传递给他们造成的 恶魔领主自己也是接连倒退六七步 这才是站稳身形 握住重剑的双手也是一片麻木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已经提升到八阶巅峰十里 却依然没能破开对手的防御 而且下一刻他骇然地看到 一道道灿烂的金光宛如烟花般冲天而起 是的 不是一道 而是一道道 金光宛如井喷一般 带着绚丽的光晕 和无比浓重的光元素向着高空而去 而每一道金光在上升的过程中 都是以极其恐怖的速度扩大着 以至于他们在升空时看上去 体积并没有因为高度而缩小 金光一闪 雅廷已经融入到了龙浩尘 胸口中消失不见 魔法完成了 至于说魔法带来的效果 他没有精力再看 橘红色光芒收敛 龙浩尘冷冷地扫视了那名恶魔灵主一眼 背后肆意拍动 身形一闪 朝着远方顿去 恶魔灵主当然不能这样放过龙浩尘 力小一声 立马是拍打着巨大的恶魔翅膀 朝着他就追着过来 刚才那一击啊 龙浩尘虽说震退了敌人 但他自己也不好受 再怎么说 那是八戒巅峰的一击 日月神窝盾效果强悍 凭借着顿强 与神域阁挡的组合剂 愣是让龙浩尘 没有承受什么震荡 但是 与这相对应的 乃是灵力的消耗 刚参的一击 使得龙浩尘体内的灵力 骤降一节 越是使用 龙浩尘对日月神窝盾的神奇认识 也就越多几分 他隐约地明白了 以着日月神窝盾的能力 恐怕在自己灵力耗尽之前 敌人也无法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 但是现在呢 显然不适合这个 八戒恶魔领主动手的好时机 他还要接应圣尉九号 而且之前辅助雅庭施展魔法 也消耗了他大量的灵力 选择这时候和敌人动手 而且是在敌人有援军的情况下 那绝对是愚蠢的 四翼总比两翼飞得快一点 尽管对手修为比他强 但龙浩尘骤然飞起后 那八戒恶魔领主想要再追上他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飞行这方面 龙浩尘那刻是圣尉十号的得意弟子 只见他在空中辗转腾挪 不时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通过转折和突然加速 来化解着敌人的追击 与此同时 他也在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肆意和呼吸 来吸收空气中的光元素 恢复自身的消耗 就在龙浩尘与恶魔领主展开一场 追逐战的时候 另外一边 雅庭的魔法 那威力也开始显现了 一团团巨大的金色光球 带着绚丽的尾烟从天而降 只本魔族核心的位置砸去 目标所指 正是那些地狱魔 这个魔法来得突然 而且雅庭所施展的这个魔法 已经是达到了八戒的范畴 当看到天空中 一团团金色的光球落下时 哪怕是带队的恶魔王脸色 也都是变了 魔法这玩意儿啊 和别的东西不一样 它是需要银场时间的 无论是人类还是魔族都是如此 他没想到 自己派出一名八截恶魔领主 都没能阻断对方的魔法 而且还被对方施展出了这么强大的魔法 在这时啊 九阶强者的实力便是显现了出来 恶魔王虽然知道军队中的地狱魔联起手来 抵挡这个魔法不是太困难 但他不能冒险 万一被一个光球落入地狱魔阵中 那损失可大方了 因此 他只能在第一时间腾身而起 自己来迎接这强横的魔法攻击 从天而降的金色光球虽说有先有后 但却并不是朝着一个方向轰击 这个魔法乃是雅廷曾经施展过的光之陨的加强版 或者说是群体版 全部九个光球 每一个都比单独的光之陨 威力要小上一些 但是加在一起的威力 那可要大得多了 而且覆盖的面积也是极广 在龙浩尘灵力的支持下 雅廷是越阶使用了这个八阶的光系群体攻击魔法 恶魔王冲天而起 庞大的身形在飞切的刹那 全身都涌出了一层暗金色的光晕 背后的巨大双翼展开 猛然向下一拍 紧接着 在他手中就出现了一柄闪耀着暗金色的巨剑 这柄巨剑竟然也是隐隐泛着橘红色的光彩 显然这是一柄史诗级的黑暗属性装备 在魔独中啊 这种装备就算是魔神 都未必能够装备上 可想而知 眼前这个恶魔王在魔族的地位 有多么的崇高了 暗金色光芒 在空中宛如一道冷电般闪过 恶魔王那庞大的身形 行动起来居然是迅激如电 身体根本没有半点制约他的速度 紧接着 第一颗落下的金色光球 就在半空中停滞了 众人爆炸之下 化成了漫天金色光雨四散飞剑 不过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下面的魔族 看到那恐怖而充满危言的身影 宛如瞬间移动般在空中辗转腾挪 暗金色闪电 在空中纵横辟逆 每一次闪烁 空中都会有一个金色的光球凝固暴涨 虽然半空中 已经因此而充满了浓烈的光元素波动 但这些光元素 却没有一丝一毫 落在下面的魔族大军中 当恶魔王最后一剑 展开了最后一个金色光球时 整个天空都变成了金色 光云烈阵 可是一个真正的大魔法呀 八戒的群体魔法 哪怕是身为九阶强者的恶魔王 将其完全阻挡下来 也觉着有些凶猛气喘 但是 他这脸色没有因为自己破掉这个魔法而变得愉悦 正相反 此时 这位恶魔王大人 脸色阴沉如水 黑得好像是锅底一般 因为呀 他突然发现 自己忽略了一件事 没错 光云烈阵 确实被他破掉了 没有一点光元素 落入下面的魔族阵列中 但是 先后九颗巨大的光球爆炸 每一颗都是蕴含着极其强烈的光元素啊 在爆炸之后所产生的元素波动 那是何等剧烈 光之陨 可不是雅廷自己的力量那么简单 而是在升空的过程中 充分的吸收了空气中的光元素 然后才爆发出攻击力的强横魔法 那可是借助了天微的 一个这种级别的魔法 产生出元素乱流 那是十分正常的事 更何况 还是在短时间内被烘爆的情况下 没错说呀 恶魔王应该算是引爆了这个魔法 而并非是将它化解掉 浓烈的光元素乱流 在空中剧烈的激荡波动 那绚丽的美感 就像是星河降临一般 可是这却是一片 充满着毁灭性的星河 纠结恶魔王 当然不会有什么感觉了 可是那些弱小的魔族生物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光元素风暴出现的时候 空中的魔族数量极少 但绝对存在的却有两者 包子魔和屎魔 从一开始啊 龙昊臣和雅廷商议施展这个魔法的时候呢 他就没想过这个魔法 能给魔族带来多大的创伤 他要做的 也就是拖延魔族 离开两山之间的时间 以他对圣卫九号的了解和信任 他相信 圣卫九号接下来施展出的这个魔法 一定比雅廷的更加的惊天动地 比能够起到极好的拖延作用 因此 他在雅廷这个魔法上的想法很简单 那就是尽可能的消灭屎魔和包子魔 这两个魔族军队的辅助兵种 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呢 接下来就有了光允列阵的设计 换了龙昊臣是恶魔王辅佐代队 他会怎么做 正是考虑到自己的选择后 这才有了定计 实时证明啊 他这计划成功了 恶魔王确实是拦截了光允列阵 没有让下面的地狱魔出现任何损失 但是 他却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屎魔 和所有的包子魔 在那么强烈的光元素乱流中 就算是存活下来的屎魔 大多数也都是受到了重创 这还是因为他们的运气好 身处于乱流的边缘 背后肆意拍动 龙昊臣一拧身 突然向着上空拔起 闪过背后恶魔灵主的一记横扫 紧接着 他的身体接连四次闪烁 每一次在空中变换方向 愣是让那恶魔灵主接下来的攻击 没能施展出来 下一刻 左侧的双椅突然收敛 右侧的双椅用力一拍 龙昊臣的身体就像是失控一般 滴溜溜的在空中旋转起来 也就是在这旋转的过程中 光明女神涌叹调已经落入手中 一箭横扫而出 劈向了恶魔灵主 甭看双方等级有差距 可恶魔灵主 却是拿龙昊臣丝毫办法没有 在飞行方面呢 他比龙昊臣差远了 执飞的速度龙昊臣凭尽肆意 也不落后于他什么 再说了 龙昊臣还有那么多的飞行技巧 此时 他带着这位恶魔灵主 已经绕到了之前的那两座山峰中的一座侧面 拿开了与恶魔族打军的距离 龙昊臣也一直在观察着那边打军的动向 万一魔族打军派遣了强大的援军过来 他就会立刻选择回永恒之塔 不过 魔族打军显然被刚才那从天而降的光云烈阵给搞晕了 一时间呢 竟是没有派出援兵过来 至于那些大恶魔 则是半点都跟不上原尊和恶魔灵主的速度 之前龙昊臣在一直闪躲 突然就发出一道攻击 恶魔灵主下意识的用手中的重剑横挡 叮的一声轻响 龙昊臣在空中的身体再变 刚刚还急速旋转的他 竟是借助恶魔灵主这一挡 身体骤然在半空停止下来 已经一览两道光芒带着嘹亮的龙音声 是直奔恶魔灵主扑灭而至 这个正是龙昊臣的拿手绝技之意 蓝羽光之芙蓉所施展的光羽双龙隐 急攻击与限制为一体的强大武器技能 龙昊臣的反应来得很突然 以至于恶魔灵主准备的并不如何充分 但是恶魔灵主毕竟是八阶强者 手中的重剑磕开了光明女神 用探吊的第一下攻击后 她的身体也在半空中停顿 手中的重剑在空中画出一个圆形 刺耳的尖响声中 半空中仿佛出现了一个血月一般 只奔龙昊臣的光羽双龙隐 攻影而去 如果彩儿记忆还在的话 并且就在这战场上 那么她一定能够感受得到 此时龙昊臣所对付的这名八阶恶魔灵主 比当初她所对付的那个要更加的强大 这一击恶魔血月威力十足 两大技能硬碰在一起的瞬间 光羽双龙隐的龙隐声就消失了 而那血月也同样被搅得粉碎 无论是龙昊臣 还是恶魔灵主 都是吃了一惊啊 因为他们各自对自己的技能都十分有信心 不过 这与恶魔灵主不同的是龙昊臣 还有后招呢 借着光羽双龙隐 攻向敌人的这短暂瞬间 停顿下来的龙昊臣 迅速地进入到了 渐心通明的境界之中 右手光明女神涌弹调 虚空隐 已经朝着空中展出一剑 之前在空中飞行了不短的时间 她的灵力已经恢复了许多 尤其是在光陨烈阵爆炸的时候 空气当中的光元素明显增强 这种好机会 龙昊臣自然不会放过 而且施展那个魔法的本源 就是她和雅婷的灵力啊 所以这吸收起来也要迅速很多 她目前的灵力 至少已经是恢复了一半的程度 这也是神卷者的优势 再加上吞服了几颗大灰灵 此时的龙昊臣 已经拥有了和对手一战的能力 毕竟她的技能中 可没有几个是一下子需要上万灵力的 龙昊臣这虚空一剑 令正准备攻击的恶魔灵主 有着一种极为别扭的感觉 原本斩出的重剑 竟是硬生生的停止在了空中 因为他感觉到自己这一剑斩出 那么龙昊臣的喷出灵力精光的神剑 必定会先一步落在自己身上 于是他只能是改变自己的攻击方式 这一停顿自然也就落了后手 这就是剑心通明的作用 这一刻龙昊臣已经将自己视作了 光明女神涌摊掉的一部分 完全是以剑的角度来观察对手 而他那一剑斩出 并不是因为他观察出对手下一步的动向 而是通过剑意感觉到的 所以那看似轻飘飘的一剑批出 却是功敌所必就 正好是卡在了敌人的必经之路上 一下子为自己争夺到了先手 当初哪怕是实力比这恶魔灵主更强的阿宝 都在龙昊臣身剑合一的剑意下吃了大亏 更何况现在的龙昊臣 对剑意的领悟又比那个时候更深刻了 接下来龙昊臣接连七剑斩出 每一剑都披在了空处 而且灵里都是内蕴不发 可就是这样的七剑 却逼迫那位恶魔灵主先后倒退了七次 等到最后一次倒退时 居然在空中喷出一口黑血 试想一名八阶强者 七次运力试图攻击 却每一次都不得不强行的 中断自己的灵力施展 这份反噬是何等强烈 可以说龙昊臣凭借他的剑术 硬生生的让这位恶魔灵主 自己伤到了自己 此时此刻 恶魔灵主才感觉到龙昊臣 有多么的强大 这个感觉上 只有七阶修为的人类 却已经带给了他致命的威胁 因此他已是萌生退役 他可是高阶魔族啊 并不是双刀魔和狂魔那种 恨不畏死的存在 可惜 现在龙昊臣不想让他走了 接连七剑斩出 不只是让敌人被不断的逼退 自己伤到自己 同时也令龙昊臣自身气势 达到巅峰 此时此刻 能够清楚地看到 龙昊臣整个人的身上 都是闪烁着白尺色的光彩 圣剑技能 原本只能作用在自己的武器上 可是此时此刻 龙昊臣却凭借着 自己对剑意的理解 凭借着自身 神剑者对光元素的控制 令自己整个人的身体 进入到了圣剑状态 那么 他的右手与右臂 都变得无比通透 可不正是光药之体吗 简单来说 之前那七剑 根本就是他一个叙事的过程 七剑连环批出之后 额魔领主暴退受伤 龙昊臣也停顿了一下 他的停顿 并不是因为力所不补 正相反 是因为他的气势 已经提升到了巅峰 正在锁定他的对手 双手握住光明女神 涌叹调的剑柄 龙昊臣将这柄神剑 再次提起的时候 恶魔领主 突然感觉到 仿佛有着一颗太阳 突然穿越空间 出现在了自己面前似的 风瑞的剑意 完全锁定了他的身体 以至于 他根本就不敢后退 强如霸解恶魔领主 在这一刻 大脑竟然有些空白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 更不知道 该如何应对眼前这一件 不过 是一个生物啊 都会追求本能 在感受到自己 相对敌人的渺小之后 这位八截恶魔领主 也是当机立断 猛的一咬舌尖 竟是强行咬断了 自己的半截舌头 一口溺血喷出 全身顿时多了一层 星红色的光彩 正是只有高界魔祖 才会的天魔解体大法 龙好尘 已经在奢魔神 安堵玛丽身上 见识过一次了 不过 恶魔领主 所使用的天魔解体大法 和奢魔神 安堵玛丽所使用的 又有所不同 安堵玛丽用的 乃是魔神级别的 对于自身的增幅更大 而且副作用 也相对要小一些 可是这位恶魔领主 使用过天魔解体大法之后 就算是不死 修为也要硬生生的 从八截掉到了六截 当然 和生命比起来 修为降低 也算不了什么 这边强横的光元素波动 也是引起了 另外一边 魔族打军的强烈关注 此时 那位恶魔王 已经下达命令 进入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周围的敌人有多少 从之前那个八截群体魔法 就能看得出来 出现在这里 拦截他们的人类 实力是相当强大 身为这么一支精锐大军的统帅 他是绝不甘有丝毫大意的 此时 一层层暗紫色的光芒 正从五百地狱魔的身上 不断涌出 他们迅速的吟唱着咒语 每一名地狱恶魔的手中 都有一颗血红色的水晶球 那是他们的法器 暗紫色的光芒 化为巨大的光照 将魔族打军全部的笼罩在内 已经摆好了防御状态 有五百名地狱魔 联手进行的防御 就算是九阶强者 在没有足够强大的武器前提下 也是不可能攻破的 也就在这时 恶魔王感受到了山的另一边 有着剧烈的光元素波动 这种时候 他可不会去管自己那名属下的死活 对他来说 更重要的是护住整个大军 一团血红色的光芒 从他胸口处亮起 紧接着一层星红色的血雾 就从他身上扩散开来 覆盖在大军的上空 这就是九阶强者 近乎领域能力的元素控制了 隔着一座山峰 都能感受到那无比凌厉的剑意 这位恶魔王都感觉到身上有些发愣 也难怪他会如此重视了 毕竟建议是没有直接等级的 龙好尘以光明女神涌叹调 发出的建议强度 已经是十分接近当年的光明剑神 也无伤了 这种层次的建议 怎能不让恶魔王感到危险呢 他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带领大军进入御魔山脉之后 这么快就会遇到麻烦 此时就算没有这些人类强敌阻拦 失去了使魔的掩护 他们也会很快的暴露 在这个时候啊 恶魔王心中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撤退的种子 倒不是他不够勇敢 而是因为魔族也损失不起这么多的精锐啊 这只魔族打军之中 但是八阶以上的强者就有三百名之多 可以说在魔族之中 除了排名前五的种族之外 任何一个种族都不能跟他们眼前这只大军相比 要是损失过多 回去之后等待他的必然是死灵魔神 萨米基纳的怒火 甚至还可能会受到魔神皇的直接惩罚 晶莹的白光如毗烈如绸缎 又像是一道突然横在空中的水晶光阵 滑破长空 在半空中留下了一道绚丽的尾烟 光芒只是一闪就完全的收敛了 身在空中的龙浩尘 身体微微一晃 手中的光明女神永叹调已经自然收回到体内 此时的她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分明是灵力消耗过大的样子 而事实上 她此时的灵力也只能是令她勉强支撑悬浮在空中而已 但是她的对手却要悲剧得多 恶魔灵主的身体虽然还悬浮在半空中 但却能够清楚地看到她的眼神正在逐渐变得寂灭 一道血线从头顶一直蔓延到了身下 整个身体居然被龙浩尘之前的一剑完全地展开了 这就是实力 绝对的实力 建议配上了光明女神永叹调 再让龙浩尘将气势提升到巅峰 没有足够好的装备 就算是八阶强者也难以应当 更加可怕的是 龙浩尘的实战经验 他先是势敌已弱 以逃跑的方式来吸引敌人的追击 而从他发起攻击 到恶魔灵主陨落 却只是用了数息的时间 整个节奏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根本没有给恶魔灵主 发挥出最强实力的机会 龙浩尘年纪虽然不大 但经历之丰富 远非同龄人所能相比 多少次他出生若死 多少次在危难关头力万狂澜 每一次这样的经历 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力量 一次蛻变 几年下来 他无论是在心态 还是实战经验方面 都已经可以和很多的前辈相比了 更别说 他还从永恒之塔的圣卫那里 学到了很多远古时代的强大能力 勉强拍动灵异 趁着那恶魔灵主身体 未曾陨落之前 将他收入永恒旋旅之中 龙浩尘这才转过身子 朝着身边的山峰看去 在他的记忆中 之前圣尉九号 就是朝这座山峰飞略过去的 可是为什么直到现在 且依然没有感受到 发动魔法所产生的灵力波动呢 借助了其他三名圣尉的灵魂力量 圣尉九号发动的魔法 至少也应该接近了八戒巅峰层次 一边注视着面前的大山 龙浩尘飞快地落回到地面 再一次吃下一颗大灰灵丹 迅速地恢复着自己的灵力 同时换上了一件黑色长袍匍匐在地 以夜色隐藏着自己的身形 计划从开始到现在 至少目前都是顺利的 就看圣尉九号能做到什么程度了 他只希望九号能够快一点 否则的话 恐怕是吓不住那些魔族人了 可不是吗 魔族人可不是傻子呀 在全面处于戒备状态下 持续片刻之后 没有任何动静出现 刚刚山的另一边 出现了剧烈的光属性灵力波动 也是消失了 似乎一切都归于寂静之中 不过也正是这份死记 更加带给了这些魔族人的恐惧感 毕竟进入玉魔山脉后 他们就相当于是进入了人类的领域 会遇到什么 他们也根本不知道 原本他们以为隐藏的已经很好了 却万万没想到 这么快就被敌人给发现 这种被偷袭的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 他们宁可正面和圣殿联盟大军 硬拼一场 也比这种被莫名其妙压制 却根本连敌人都不知道是谁的感觉 要好得多 恶魔王却是十分的冷静 能够作为这支军团的统帅 只是有着实力 可是远远不行的 魔族的九阶强者数量绝对不少 哪怕是先后遭遇到数次袭击 这位恶魔王也没有丝毫动怒的迹象 只是冷冷地观察着周围 却始终没有离开自己军队的范围 他是军队的统帅 也是军队的大脑 可以说一旦进行军团级别的战斗 有他在和没他在 这支军队的整体战斗力 起码要相差三成 起码一染茶的时间过去了 除了之前那突如其来的魔法之外 再没什么动静了 一抹冰冷的寒意 在恶魔王的脸上出现 他已经猜到了 自己今儿个碰上了怎样的情况 虽然都不肯定刚才袭击自己的 是人类猎魔团 但个体实力如此之强的斥候 那可是不多见的 而且对方人数绝对不多 他们这是在拖延时间 让驱魔关和御魔山外的守军 有所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